天氣超級冷 哈嘍 夥陽的天氣超級冷 所以就跟閨蜜約了去泡溫泉 現在就跟我一起出發囉 待會見 然後我們今天要去的溫泉 是樂萬國際溫泉這邊 要來溫泉 要拍照 雨天的琳娜 我們到啦 快點這個小姿的美女 嗨 嗨 哇 準備了兩張面膜 一會兒進去可以泡 還有一張鹽 這家溫泉的感覺顏值很高 很好看 啊 啊 快點踩空了 冷 你回來吃這個溫泉的 對啊我跟你說是溫泉的 可以嗎 可以嗎 下 是一個溫泉的 還有一個烤腸 嗯 這邊是土壳湯 謝謝 金銀花 這個有不同的味道 嗯 我就喜歡那種燙的 很香 這邊這個湯很燙很燙 然後我就喜歡那種燙 所以就說 我這種是冷泡的 老年湯 哇 現在在去看 然後變成會的路上 感覺今天會不會 有人死在那邊 我早就在 守護著 不久天 都在雪上的 看一下工作室的場景 然後等待客戶來了以後 給他挑選婚紗 然後我們有 固定合作的婚紗的工作室 在我這邊呢 可能就先挑選一些 比較旅拍類的那種 主題婚紗 然後我現在給大家展示一下 我的工作室 這是其中一個場景 其實很多場景都是現搭的 這是一個 主要是用來拍和服的一個 其中的一個場景 然後這個房間就是以 復古為主的一個主題的房間 再給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工作台 通常顧客在化妝的時候 我就坐在這邊就等待顧客 這個房間呢也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就是我會把房間的佈置 盡量簡潔 這樣呢就是在拍攝的時候 我就可以根據 顧客的需求去調整 和去佈置 非常是我畫的油畫 然後這間房呢就是 還會盛放一些我的服裝 然後這個是比較偏日系的一些長裙 毛衣類的 其實真的很多 所以每次要拍的話 就是根據顧客的需求和喜好 來給他們挑選 就是一些比較性感一點的內衣 裡面也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說那個 內衣的設計師跟我合作的 然後我就會給他們拍一些 這個還有復古主題的一些四把寫生 中間一層呢 是我收起來的這個 這個帽子 我今天在我的工作室 因為待會兒有一個小仙女說要來採訪我 她現在已經到了 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這邊停電 所以 你好 這就是今天要來採訪我的小仙女 為什麼想要就是採訪我 和你們老師是怎麼佈置這個課程的 我們老師佈置了一個作業 就是讓我們去找一個感興趣的人物 然後要把它改寫成一個文學劇本 就是重點是一開始我找你嘛 就是拍過照片 然後我特別特別喜歡你的拍照風格 然後後來又看了一下你的微博 今天又在拍vlog 然後就感覺你的生活特別豐富 又四處去旅遊 就特別有意思了 然後就覺得採訪你的話 我可能會把它寫成一個比較好玩的劇本 當時你是怎麼知道我的 就是在微博上嗎 對就是因為我跟那個米西是好朋友 對然後看到他拍的照片 然後因為我自己特別喜歡看電影 然後我覺得你拍照 就是跟其他的攝影師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們拍的就是單純的那種藝術照 就是我看你的照片會有故事性 真的嗎 對而且你會 因為你會拍很多女孩子嘛 就把他們的故事都就會了解一些 然後寫在你的微博上 然後就覺得這個照片比較就是 有內容的內容 對有內容看起來也不像那種 就是單純為了拍而拍的感覺 好開心啊 被導演系的同學肯定 那你今天想要問我的大概是一些什麼樣的內容呢 就是想了解一下你豐富的人生 其實也沒有多豐富啊 就是你的工作 然後你的就是戀愛 一些觀念呀 對觀念就是了解你們 對 好緊張喔 現在開始有點緊張了 好緊張 好嗎 那我們先開始 Hello 然後現在有點下雨 我剛剛從工作室出來 然後就剛剛就跟她聊了大概有一個半小時吧 嗯 然後今天超冷的 特別感動的是她為了要採訪我 特地從南京坐飛機過來 晚上就跟我的朋友去見一面 你是在拍還是在那個 在錄影 可以唷 幹嘛 你要說點什麼 發表 欸這是什麼樣的 我們現在在一家 主要的爵士酒吧 我們現場的樂隊 我們會在這邊 每天晚上的酒店都開始表演 我們現在停起來 看看不錯的 一個體驗 還有 還要吃 來… 你… 有 wyk… 你… 你… 在陽光上 又在旁邊 你… 我… I hope I'm a little over what you want Now you do not say you're sorry For it's so untrue But you can cry in my heart Cry with your heart And I never know what you want You travel The ocean I'm happy The ocean I love the ocean And I never know what you want The oce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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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